亚太地区的势力扩张 日本前防卫大臣 现任行政改革大臣河野太郎 在政府会议上面提出要投入一兆日元 相当台币2700多亿 推动新一代战机研发计划 目的在应对台海跟钓鱼台 这些可能跟大陆发生争端的紧急事件 在日本那把空军基地 这名年轻的飞行员必须在5分钟内诊装完成 用最快速度登上战机执行演续任务 仔细检查战机一点也不马虎 对这些飞行员来说 身上都肩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 而面对当前亚太区域形势的变化 美国与大陆军事角力升温 日本当然也不能置身事外 日暖前防卫大臣 现任的行政改革大臣河野太郎 就提出将投入一兆日元 约2700多亿台币 推动新一代战机研发计划 大陆是有战机至少1080架 日本自卫队却只有309架 战力明显不足 加少2000年开始服役的F2战机 预计2035年退役 因此必须投入大量资金 研发高性能战机 应对台海和钓鱼台 这些可能和大陆发生争端的任何紧急事件 而澳洲总理莫里森则选来此刻出访日本 将会和日本首相建议委会谈 双方将针对防御协定达成共识 这不止加深了日澳两国的关系 更是继1960年 日本与美国签署美日安保条约后 再度与外国签署防御协定 这和大陆势力扩张不言可遇 记者最后报道